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现在在开始讲比热了 那在上一堂课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说 对于整个物体的比热的部分 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比热 随着温度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我对这个比热是定容之下 去测量的结果 这个V的话就是Constant volume 那在定容之下去测量 我们会发现 这个整个比热的曲线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把这个在温度很高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渐进线过来的话 那我们把它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值大概是6 那它的单位是美墨上升 美墨的这个金属上升一度C 需要6卡的这个能量 那这个呢 在这边是圈 然后铝 那底下的话呢 可能是粒孔等等的部分 那我们在189、19年的部分的话呢 那杜隆伯利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任何的金属的热容量 那它的墨热容量呢 大概是差不多 是6 美墨上升一度需要6卡的 这是在18、19年的时候 他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是实验的结果 这整个实验的结果的部分呢 确实在温度高温的时候 那这个Legid 是否OK 好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 你看到了 在这个区域 或者是这个区域 它却不是一个Constant的值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从实验上面 结果的部分的话呢 那在温度非常大的时候呢 那这是没问题的 OK 这个结果是OK的 那 但是 在低温的时候就不是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这个其实是可以从古典力学里面 去推导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怎么推呢 基本上面 因为你这个是金属 那金属的话 它都是有一个金格 OK 那我就简单画一个 这个Symbol Cubic 立方金 这个 立方金细的情况 那基本上金属是什么 它每一个Etna 它会在这边做Bibration 就是 这个震荡 那震荡的方向可以有 这样子震 我这个岩子它是在这边震 也可能是这样震 那也可能是这样震 所以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震荡 那每一度空间的震荡呢 平均 你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你要你在震荡 达到那个平衡 它都是KVT 那三度空间的话就是3KVT 对不对 每一个Etna 那个硬末有多少个Etna 硬末有末常数 6.02乘以10的 这亚活佳节常数 6.02乘10的23次方Etna 所以 这是你的什么 这是你1mol 的原子 你要在这边震荡 所需要的Etna 这是1mol的原子 OK 那1mol 需要这么多的原子 需要这么多的能量 那这个K 这个KVT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Postman constant 那它呢是1.38乘以10的-23次方 乎23次方交 OK 所以 你知道你需要这么多的这个能量的时候 那我们在以前 上一堂课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所谓的这个热容量的意思是什么 热容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需这个温度上升一度 所这个Energy的改变 那我们除以N分之一 这个是mol 这个就是mol 热容量 对不对 那现在呢 针对这个的部分的话 n是等于1的 那我们希望是 它是在定融之下 所以基本上你是 这个Energy是会跟Volent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定融之下的话 我们把这个前为分呢 把它改成偏为分 所以 所以 n等于1 我就看到了CV 实际上就是乱以浪 这个提示 温度 我把 面对 那你误会是成 那个时间 那你看到了 这个等于多少 对温度为分的话 那就是3KV 那N0乘上KVT N0乘上KV 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R 气体常数 那也就是我们的3 OK 那3R等于多少 R是1.99 那就是 差不多就是6 OK 所以 我看到了R的部分 我把它写出来 是1.99千卡 Per K 墨 5K 所以你看到 CV 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是 5.97 然后 千卡 Per K 墨 乘上 每上升1度K 那 这个结果就是 这个结果所告诉你 那 换句话说 到这个地方 是符合 杜隆伯利定理的部分 那 这是古典的 完全是古典的东西 那 我们说 低温的时候怎么办 那 那 在低温的时候呢 那 低温的时候呢 其实 啊 这个已经不是 在这个 古典力学 可以解释的东西了 那到19 差不多 07年的时候 Einstein 那Einstein 告诉我们的一个是 他是 但是 他讲的说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每一个 原子在震荡啊 他其实 他在震荡 都有一个频率 那这个频率是μ OK 那我们说 这个 他震荡频率μ 他所对应的能量呢 Energy呢 这个每一个原子震荡的频率 是Hμ H呢 是 Planck常数 OK 就完全是近代物理的东西了 好 那Einstein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他说 基本上面 对μ这样子的震荡值 好 他有多少的 这个 症子 在震荡 他的震荡频率μ 这样的震荡值 有多少个呢 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分布 那他是一个Postmann-Einstein的分布 那这个分布的部分呢 我如果把它写出来 他是等1 1 Khμ除以KBT 减1分之1 换句话说 这个分布啊 这个分布呢 是一个 我们在物理上面 好 我们在物理上面呢 这些震子 这个原子在这边震荡呢 它的能量 并不是随随便便所具有的 那 它每一个都具有Hμ的能量 那这个Hμ的能量呢 我们就叫做 它具有Hμ的生子 Fono 这是生子 OK OK 好 那 那 那具有μ的 这个正子的个数是多少 那 这个正子的个数是这么多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平均取 我们说 我们说 我说这个正子啊 它的这个 频率呢 是μ的时候 那它的平均 Energy是多少呢 那你就把它平均取 换句话说 这个平均值就是等于 你每一个正子的能量 再加上 你这些正子的分布 的平均值 OK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的平均值 平均的能量 是这么多 那我说有多少的atom在运动 那我看到的total energy total energy等于多少 每一个正子都有三度空间 那 每个空间都是一雄霸的平均能量 那我们一共有n0个正子 n 是 那个亚佛加节常数 这个就是总共的total energy 所以你把它乘起来的部分的话 这个就变成3hμ 然后乘上n0 ehμ 除以kvt 点1 那我把 这个total的能量 算出来以后 跟这边一样 那我把它去算我的 比热 那我会发现这个比热算出来的结果 你只是对温度t做微分 就把 变成3 r kvt hμ hμ 的平方 ehμ 除以kvt 点1 hμ 除以kvt 点1 挂号的平 等于这么多 那这个东西 我如果去把它算 它的 这个apostimation的 这个向的时候 那第一个apostimation向 是high temperature 那高温的部分的话 爱因斯坦的理论的话 你在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 这个 杜隆薄力定理 也就是说它的值大概 应该差不多是3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高温的部分呢 你就是针对这一项把它展开 hμ 除以kvt 当 hμ 除以kvt 在温度很高的时候的话 那这个值就很 很小 对不对 那这个是趋近于零的 ok 所以 1 的x 这x是 严小一 我应该想 严小一 不要想趋近于零 ok 那1x 你去展开 就是1加x 二项式展开 所以这个展开 就是1加上hμ 除以kvt 那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一个展开 把它放进来 放到这两个进去 后 你就会发现 就是cvr 就等于3r hμ 除以kvt 的平方 那上市的部分呢 就是1 下面的话 那减1以后 那就变成hμ 除以kvt 的平方 那这两个消掉 就差不多是3r 所以你发现 在高温的时候 那cv是3r 很好 我们知道 i散的假设呢 是跟骨点混合了 那高温是没问题的 接着就是要看低温 那低温的部分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 这个cv是随着温度变化 而变低的 那在这里面你看到 当温度变化 t很小的时候 t很小的时候 这个值是很大的 那上下的话 你会消掉一次 所以你看到的是 t很小的时候 这个值虽然很大 但是exponential 这一项 会比他来的下降更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温度 这cv呢 它是会趋近于0 当t趋近于0 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会从 3r t cv 是从3r的位置 然后它会下降下来的 但是 我们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去把它算一下的时候 我会看到的是 这个地方 cv 它是随着 t-2次方在改变 那cv随着t-2次方在改变的时候 这其实不是很困难 那你只要把它稍微 椰分一下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验 实验的结果是什么 实验的时候是 在这个区域啊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它是 这个是proportion t-3次方 它是随着温度 然后慢慢的增高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实验的结果 cv 是t-3次方 在这个region里面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爱因斯坦 这个假设 每一个正值 它都具有hμ的能量 而且这个正值的分布 它的频率 随着频率分布的部分 这两个假设 所推导出来的结果 有一半是对的 那这个也是对的 但是这个呢 是不对 ok 那不对的话呢 一定还要有人去修正爱因斯坦的结果啊 那 爱因斯坦是1907年 到差不多1912年的时候 迪拜 ok 那 这迪拜呢 他去修订爱因斯坦的假设 那爱因斯坦 他怎么修订呢 他说啊 基本上面 你每一个atom 把它当成是他在做这边震荡 的卷斜震子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当他在做震荡的时候呢 你把它看成 这是一个弹簧 那这也是一个弹簧 ok 这边也是一个弹簧 那这上面又是另外一个弹簧 连到另外一个atom 这个金格 那你就 你看到的是什么 他其实 这样子在震荡的时候 是 是 这个 重坡 那这样在震荡的时候呢 是横坡 所以 啊 对不起 应该有两个横坡 这个震荡的时候 是横坡 然后 这样震荡的时候呢 是重坡 所以呢 你应该有 两个 这个横坡 一个重坡 ok 所以 基本上 爱因斯坦的这个东西 要做一点点修正 那他说 要修正成什么样子呢 修正成 我把所有的震值 的频率 的频率 化成 一个分布图好了 那这不同的频率 你把它化成分布图 那我说 同样一个 某一个 频率范围内的 这个震值啊 就好像一个球一样 那在这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震值在震荡呢 他说 是等于4π 那这个频率 μ平方 dμ 应该是这样子 然而 我们看到的 每一个震值 他是 有横坡跟重坡 所以 他要把这个东西再修正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 随着他的震荡的部分 重坡的部分的话 是一个 横坡的部分呢 是两个 就是三次方 他应该要修正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 在μ 跟μ加dμ的范围里面 所有的 以μ频率来震荡的震值的个数 那每一个震值是多少的能量呢 Einstein已经告诉你了 每个震值 他的平均能量是这样子 所以 他把这个把它乘起来 换句话说 mμ乘上平均的能量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用μ这个频率震荡的 所有的震值的个数 那 我把这个μ全部加起来 你会加到最大的值的时候 那就是 total的能量 把它写成 Ng1 大概的原因 是这样子 那我把它算一下 这个算出来呢 是等于 4πVL的三次方分之1 VT的三次方 然后0到μHμ除以KVT-1Hμ 这个把它乘上来 三次方dμ 那 我们说 有多少个 这个 在这个体积里面 我们把体积放进来 体积放不放进来 都没什么大关系 不会影响它的结果 这就是你所有的能量 那有一个concept 有一个耶稣条件 我说所有的震值 是3N0 对不对 每个震值有三度空间 所以你如果没有乘上能量的时候 就是3N0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等 0到μN Nμ Dμ 那这个就 你去计算的话 就是这一项 结成进来 V0 然后 把这个部分放进来 这是等于多少 3分之4 Pi VL 的三次方分之1 加VT 的三次方分之1 2 的μ 的三次方分之1 所以利用这两个条件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换成3N0的这个factor 好 那我就可以知道 总共的 这个 Energy 是多少 那Energy 你要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必须要去查积分表 那这个积分呢 我在这边写一下 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积分的大小写出来 我把结果告诉你们 所以我们从那两个关系 我们知道μ ma 第二个关系是 可以知道 μma 是等于 9N0 4Pi VL 的三次方分之1 加VT 这个是 那μ呢 oh energy total的 energy 它出来的结果是等于 μm的三次方分之9 然后0到μmaximum 1的Hμ 除以KVL 1分之Hμ三次方分之1 所以 所以 由这个值 你就可以算CV CV就是Long VLong 在VConst的时候 那你把它去 最T為分 我就可以得到 9R ok 乘上RM 告诉你们 4倍的 4倍的 θt的三次方 0 t分之θ 1 x-1分之x 3次方 比x 减掉 t分之θ 1 x-1分之2 x呢 就是Hμ 除以KV 然后θ 就是Hμ 除以 ok 这就是结果 那你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关系了 我说第一个 T很大 那T很大的时候呢 CV啊 这个 T非常大的时候 这一项几乎是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CV呢 是等 9R 然后这个积分一下就是 3分之4-1 那你把它算一下 这个就差不多是3 ok 那 那 刚好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路隆薄力定理 好 那第二个 T是很低温的时候 那T很低温的时候呢 这一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这一项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CV呢 是等于 这个把它积一下的部分的话 是5分之12 然后 θ的3次方 π4次方 T3次方 那这个就是跟实验一样 我说它是T的3次方 所以从一个简单的比热 我们可以看到 从古典力学的结果 就是在对环境之中 有些相对 有些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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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相对的 是ởi。 我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得到的 这个是不容易 了 它是在对环境之中 它是一個量子態的一個能包 每一個震盪都是一個量子態的能包 然後它的震子有一個分佈 這個Einstein的講法 那倒不只這個震子是這樣子的情況 它還有 橫波跟重波 而且最重要的在divide的這個假設裡面 它這個震子有一個最高的震盪頻率 並不是無窮大的頻率你都要 這邊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不管震子的μ是多少 你都可以接受 在這裡沒有了 它有一個最大值 那這個最大值是受什麼耶穌 受3n是等於μ的耶穌 所以μn是一個有限的 這個最大的震盪的頻率的值出來的 這是在divide的假設裡面的部分的話 在這個divide frequency已經跑出來了 那在這樣的假設底下 我們看到了它不只在高溫的時候是符合古典的結果 在低溫的時候也符合所有的這個實驗的結果 那這個是divide的這個假設裡面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整個這個比熱的一個情況 那是不是所有的比熱都是這樣子的一個趨勢呢 我們說不是的 只有metal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看 silicon的時候就已經有一點怪怪的了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再拿來看 我們會發現你們可以看到的是 光研究比熱就是研究整個物理性質的一種方式 那我說溫度對比熱的關係的部分的話 那很低很低溫度的時候 假設這是10度K好了 在低溫的時候 那這個是metal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semiconductant就不是這樣子的 或者是superconductor 我說這個是superconductor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沉吸型 然後再上來 那這個時候它是normal space 那在這裡呢 就是superconductor 就是超導的情況 那這個溫度 就是我們所謂的超導溫度 這樣子的就叫做向轉變 phase存續性 那整個研究 很多的實驗室裡面就在 這個物質有沒有一個向轉變 如果你的 你測量比熱 它有這樣的向轉變 那你就發現了超導體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的部分呢 這是磁性物質 順磁鹽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它的比熱 它確實是這樣的改變 這個大概也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5度K左右的位置 都是在很低溫的時候的 這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是 在低溫裡面 我們也常常看到的 這個liquid healing 液態害 OK 那它的比熱 其實液態害的時候呢 它是會發現 它也是一個 這屬於這個 超導的一個向轉變 它是這樣子 那在 這個值大概差不多4度K左右 比4度K低一點點 那它是分成兩個鈦 這個healing 1 這個是healing 2 那兩個呢 完全不同的性質 這兩個 healing 1跟healing 2 性質完全不同 一個是超流體 一個不是超流體 OK 所以 這又是另外一個 所以研究比熱本身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物理的 這個 研究的主體 隨著溫度的變化 然後你想要知道 它是不是有face transition 的部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那從 今天講的這個整個 你就知道說 比熱本身 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